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我与萨尔玛多今天断交,知情人士表示,萨国与中国接触期间主要谈的就是联合港开发案,萨国则从去年开始向我提及此案,希望我参与投标。 根据公开招标资讯,联合港特许经营权40亿美元,1200亿台币,周边自由经济特区则达230亿美元。 该港建设后迄今未开发,我专业评估也认为开发性低,我曾向萨国表示,就能参与的部分也能参与,但仍无意参与标案。 外交部长吴钊燮今天上午召开断交记者会,主动宣布与萨尔瓦多断交。 吴钊燮今天表示,政府自去年6月开始,掌握萨国与中国协商建交讯息,做出许多努力。 我祝萨尔瓦多大使谢妙宏,则于台湾时间今天上午7时左右回报外交部说,萨国代理外长通知他前往, 我方认为完全没有希望,决定终止双边关系。 知情人士指出,在总统出访前,本月就已经掌握到萨中互动较精确的建交协商情报, 因此8月上旬,外交部马上指派外交部次长刘德利前往萨尔瓦多,了解实情叛力挽狂澜。 刘德利当时见了萨国总统桑契斯,外长与政要,表达我政府对邦义的重视, 吴钊燮于次次同庆之旅访问巴拉圭期间,也与萨国外交部次长见面。 据了解,萨国总统与高层在这两次与我高层互动中,都行礼如意, 回应自真俱拙,使我高层更心生疑虑。 例如8月初时,桑契斯总统接见刘德利时,主要谈及萨国汉在情形严重, 我方便回应台湾能够轻力协助人道援助, 对方进回应表示感谢,并说再看看有什么样的计划。 知情人士说,萨尔瓦多高层在这几次与我互动时的态度, 不像一般拉美人,不过也持续向我方提及联合港开发案。 而就我方情报,萨国与中国接触期间,主要谈的就是联合港开发案, 也合理怀疑中国给了承诺。 根据公开招标资讯,联合港特许经营权40亿美元, 周边自由经济特区则达230亿美元,共计270亿元。 该港由日本建政后期今未开发, 我与其他国家专业评估后也认为该区贫困,开发性低。 即使如此我仍向萨国表示,就能参与的部分也能参与, 但仍无意参与标案,外交部今天上午并由刘德立朝建员萨尔瓦多大使钱曾爱珠。 据悉,钱曾爱珠表示,他于今天上午10时15分才收到断交讯息,感到非常遗憾。 钱曾爱珠是萨尔瓦多第三代华侨, 和来自中国的丈夫钱月生在当地侨姐相当有名, 与曾派驻萨国的连战夫妇也是多年好友, 退休后才变成外交官,驻台至今8年。